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最新发售的这双AG3普通款的一些实战表现 AG这个系列其实是361最用心诚意最多的一个签名篮球鞋系列 其实从他们每一代鞋盒都能感受到 那这一次呢三代的鞋盒则是主打了一个偏阴阳概念的感觉 一边是黑一边是白 同样这个阴阳的概念呢也是延续到了这双AG的第三代上面 那我选择的这双是他们很经典的人民狠行 也就是有点像人民币这种粉色的感觉 大家可以先给这双鞋的外观打一个分数 说实话我刚拿到手的时候 我觉得这双鞋的一些鞋面上的小细节啊 还有一些对于那种人民币花纹的那种还原程度非常高 但是它整个鞋的用料和质感来说 就稍微不太上档次啊 然后我也是对这双鞋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 发现这双鞋上面其实它的细节蛮多了 首先就是鞋底纹路方面 两只脚的纹路分布其实也是有一种阴阳的感觉 那在这个有点像山岩沟壑状的纹路中间白色的部分 左脚上面呢中间是夹杂了一些数字 分别代表了它从它高中时候一直到目前在绝晶队的背号 右脚上面的这些简写则是代表了它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点 同样在粉色的部分 虽然它的线条呢看起来比较简单比较直白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底纹上面 则是戈登的一个全名 同样在这双鞋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精华的部分 就是可以看到在前掌和后掌分别有两块 标有英文字母的粉色橡胶 那这个橡胶鞋头是unknown 后跟则是life 而这个线呢则是一个贯穿于整双鞋当中 有点像是把整个鞋所有部件给贯穿起来的感觉 从鞋头这个部分一直连到鞋面 再从鞋面一直连到中底 再从中底贯穿回来连到鞋外 再从外侧连到后跟 后跟再连到鞋底 在另外一只脚上面也是一样 只不过它英文标识变成了后跟是roots 而鞋前头呢则是balance 除此之外整个鞋上面还有非常多细节 比如说鞋内侧上翻的部分 有它的一些基本信息 另外一只脚上面有点像是 它个人的一个座右铭 然后这次的中底 在这双普通版上面 前掌用的是energy x 然后它的鞋面呢 在脚趾部分用了一些合成格材料 摸起来非常硬质 然后外壳呢则是一些 有点像tpu和这个纱线和合编织出来 比较坚韧的这种鞋面材料 它的整体强度非常高 并且轮廓或者说这个成型的感觉 也是很好的 那鞋面部分其实也同样有非常多的细节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最亮眼或者是最有感觉的部分 还是在它鞋内侧后跟这个地方 也就是印有它们361经典老标的这个后跟 并且配上这双鞋上面所带有的一些 有点像知境人民币 有点像是一些比较独特的经典的花纹 两个元素这样配起来 整体的感觉和造型做得非常非常好 说此外整个鞋上面没有什么太多 令人比较惊奇的地方 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设计 那接下来就要得说一说这双鞋的一个 实战方面的感受 这双鞋我穿着打了好几天 也算是有一个稍微偏全面一些的了解 先说一说它的环境 这是这双鞋上面给我印象最意外 或者说看起来跟它外观完全不相像 后跟用的是energyX 前掌是用了调教过后的energyX 本质上是同一种材料 但是它们有两种密度 然后拼接在了一起 我的感觉就是它的缓震看起来很厚 但是它的缓震的感觉是刚刚够用的 首先是它的前掌 外侧有一个大片tpu做包裹 在它的内侧又有一整块橡胶上翻 是完全封死 其实无论用什么样子的材料 它的整体形变和回弹都是有被限制住 按照常规的那种什么超零接发炮 或者是很软弹的材料 前掌表现应该来说还是算不错的 但是这双鞋在这个材料上 我单拿脚掌去踩的时候 我其实一点点它的那种形变 或者是那种韧的感觉 我都体现不到 响应性和启动感还可以 可以看到我有几个干扰船球 或者是抢断 真跳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还有几个不太成功的补栏 包括它的后跟 我如果单去踩它的画面的话 它整个压缩的感觉是很小的 所以这双鞋也是我刚穿上去 就感觉非常非常奇怪 其实我幻想它可能会跟AJ2一样 就是它整体材料 反正还是不错的 简单的感觉来说 就是它是比较偏硬质的bounce 但是它做的不是很薄 你知道吗 就是它已经算是 整个A机系列当中 做的算贴地感不错的 前掌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滚动感 这也是我刚穿上去的时候 感到比较惊奇的 但它整体材料的高度 也就是大家如图所示的那种感觉 算是A机整个系列当中 偏贴地的 但是你真把它当一个后卫鞋来穿 当然贴地感觉 其实做的也挺一般的 包括比较好的是 在于它虽然是前后两块材料 拼接上的 但它前后过度感觉非常好 有一球我记得是 从两个人缝中间穿过去 然后冲击篮筐 也是比较符合格登的动作 在那几步当中 我感觉到这双鞋 是穿着最舒服的时候 就是一点点微微的滚动感 然后你可以大步的往前迈 它整体也不会特别的泄力 所以这双鞋 其实也是更加偏向于直线 更加偏向于冲击篮筐的那种打法 然后就是它的包裹 这个也要分前中后三段来跟大家说 在前段我觉得它做的包裹是比较一般的 或者是比较差的 因为它整个鞋头部分可以看到它的高度是非常高的 你的脚趾可以在里面随意的乱动 再次强调这个码术是没有问题 鞋线也是比较普通 可能偏瘦脚或正常脚的朋友穿起来会有一些空量 然后再看到它的整个中段的锁定 这次中段锁定其实做的不错 特别是在它的这个鞋带系统部分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小V的感觉 也就是可以把这个鞋面收的比较紧 当然因为收紧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鞋面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变形 然后在中段的这两个鞋带孔 其实是连接到整个中底部分的 可以看到画面中 这个鞋中段的锁定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 可以完全把脚背这一块给锁住 然后在脚踝部分呢 首先就是它里面内衬的材料 其实是磨擦力非常大 虽然它有一点点廉价的感觉 但是效果非常好 当你把鞋带全部系紧之后 整体的脚踝锁定感非常好 甚至你系紧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你可能要稍微调节一下 然后它也是拥有一个完整的内靴 整体的包裹 除了鞋前头这块做的挺一般 也是它们轮廓 或者说这个鞋面材料的问题 其他部分做的都挺不错的 那说到它这个鞋前头的部分 那就要说一说这双鞋的鞋面支撑 我其实在这几天穿这双鞋的时候 会感到有一些痛苦 但我穿这双鞋做了一些变相之后 我还是会觉得在前掌这个部分 对我的脚趾这个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鞋面材料是比较硬质的这种轮廓 虽然它能够兜住你的脚 这点其实从侧灯的画面当中 大家也能够看得到 但是你的脚会在里面 非常大力的撞击整个鞋面 所以你脚趾可能会比较受煎熬 然后在摄像之身这块 其实它也有一个小的细节 可以看到它侧面 AG这个logo这块呢 是稍微有一些往上翻的 也就是补强了你鞋面强度 外加透过这个TPU 你可以看到中底的这块材料 也是有一定的弧度做上来了 也就是它不仅有外侧TPU 做这种加固支撑 它同样内部的中底材料 也是有一定上翻做支撑的 也就是对于整个鞋侧面的这种强度 算是一个双重保险 并且在侧向蹬地的时候 如果从正面这个角度去看 你可以发现它这个橡胶 是有一点点往里收了 不过因为它有一块 AG的logo比较能够立得住的 这点也是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东七奇一代 它在鞋前方的那个角度 也是有一块小小的这个定制塑料片 支撑住整个鞋面 这个设计呢 其实并没有东七奇那么巧妙 但是确实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如果这块材料没有这个logo 只是一整片的这种TPU 做包围的话 我相信它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卷边啊 或者是侧灯的时候 会兜不住整个鞋面的情况 所以对它整个鞋面的支撑强度是够的 如果你脚型不太匹配的话 可能穿起来会有些小小的痛苦 其实从一些后车步啊 或者是变向的脚步 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整个鞋身的状态是比较稳的 那说到它变向的时候 我就得说一说这双鞋的抓地方面 其实目前以我体验的 这种室外场景来说 这双鞋的抓地 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 不过这双鞋值得夸赞的是 哥登本人所说 这双鞋是比较偏灵动 比较偏灵活打法的处理 所以它在整个前掌内侧 有一个完整的橡胶上翻 这点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节的设计 而且它后跟部分 也有一些些小小的上翘的角度 并且也有橡胶做一定上翻 其实从冲击蓝框的角度来说 后跟这个地方的橡胶 能够保证大迈步的时候 最后这个地方的制动啊 或者说抓地的效果得到了保障 然后在这几天打球过程中 其实对于它防侧弯的表现 我个人是没有体验到太多的不安全的感觉 因为它整个前掌的材料呢 做一个大面积的这种包围 即使它重心处于一个偏中等的状态 但你想去做这种侧翻画面的时候 这个AG Logo是可以给整个侧面 做一定的这种支撑感 然后它的后跟部分也是一样 理论上来说 这种大面积的材料的外露 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但实则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感觉 一是因为这个材料比较硬 真的非常非常硬 所以它在后跟的这种形变的空间 就会变小一些 另外一方面也是 它整个后跟的这种轮廓 可以看到最底端是有一点点往外扩的 所以在整个后跟的稳定性 也是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当然作为广产球鞋 它的靠牛也不会成什么太大问题 除了它中底有一块 有点偏异形的这种TPU片之外 整个前掌的这种刚性也是非常强 可能它弯折会导致的小毛病 就是它前掌这种弯折的感觉 其实是比较费劲的 其实以这双鞋来说 我会真的觉得它可能重量是 真的比较圈退的一个点了 44码要478克 480克吧 这两天打的时候 我真的会感觉到这双鞋 会有一点点过于重的感觉 因为最近穿着的鞋 大概都是在400克出头 甚至低于400克 因为要不然就是脚感非常爆炸 要不然就是中底比较薄 非常贴地的那种 很少会有这种重量非常重 但是它中底后走又保持在一个比较平庸的状态 所以你穿着起来就是有一种 我需要去跟它搭配合的感觉 就不是那个鞋能完全匹配上你 而且我又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AG这个系列 从一开始到现在来说 它们的重量就没有很低 按理说361这几年 一直是在向上发展的 而且也研究出了非常多的新科技 所以我觉得它们的重量 理应是有稳步提升的 我并不希望的是 大家听完这双鞋的评价 大家觉得这双鞋总体来说一般般 但是它的价格很低 所以价格会是你们入手的唯一的原因 我更希望的是因为 这双鞋综合表现各方面都不错 而价格是你最后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 当然我也听闻 这双鞋会有一个pro的版本 可能会用上超零件的材料 重量也会更轻 总而来说 这双鞋其实更加偏向于直线 但是它对于左右方向这种移动 也是做了一定的考虑 相比较这双鞋来说 我其实更加期待它的 AG3 Pro版本 我觉得可能那双鞋做的会 更加极致一点 或者是更加轻量化一些 大毛病没有了 但是比较挑脚型的一双鞋子 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这样 极客鞋蛋跟你没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有一个点其实是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国产品吧 越来越多出的鞋子都是 先出一个你知道普通版 然后再出一个pro版本 大家觉得有这种必要吗 因为我现在会觉得 就一个品牌下面所推出的 我只说篮球鞋 篮球鞋款实在是太多了 就一年它能更新20款 差不多 比如说AG3 然后还有个AG3 Pro 为什么不能直接做一个最极致的鞋呢 然后还有什么闪现 四代的团队版 超轻版 力量版 其实我觉得推多之后 反而显得并没有一两款 是那么的金砖的 不同的价位 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 然后还有什么不同的打法 不同的位置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一个季度发售一双超顶级的鞋款 或者是一个季度发售一两双超顶级的鞋款 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把所有的精力和专注度都放在推一款精品上面 对于这个品牌的形象塑造 或者说对于消费者来说 都是一个有好处的事 而不是像挤牙膏般的 就是先推出一个差不多的廉价版本 然后又在过几个月之后 跟大家说 我们将推出一个更加极致的版本 其实这一点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然后再推出一个更加极致的